你看看我爸妈的精神状态 非常开心 2024年春天 爸妈陪我出个差 忙着曼哈顿店铺开张的同时 也带爸妈逛吃下大纽约 现在去吃一家反餐 属于米其林一心 现在是郁金香盛开的季节 很多公园里面是那种气彩斑斓的 为了照相进来 为了吃饭进来的 感觉现在可以做访谈的这个角度 很美 小红薯很火的这个餐厅 也不用讲究的 不是拍照 就是在拍视频 专门选了一个临窗的位置 上来第一个甜菜竟然是鸡根小薯条 三十五块钱 我爸说话我妈什么都能信的 怎么 面包是免费的 这个是tuna 这个生的吃的什么味道 我跟摄像头一关 有人说话说的就不一样了 我应该带个老干妈过来 我再看我爸妈完全听不懂 但是看着那个人认真地在接受 谢谢 终于上来了 一个是龙虾 这个是黑鱼 我妈说难吃 这个是鹅肝 有点那种奶油味道太多了 但是还是逼着我爸妈尝尝 总是要吃点有特色了吧 最后送了一点马卡龙 我爸妈现在是觉得太腻了 要好吃啊 好吧 店铺附近还好 各种可以逛吃的地方 每天酒店不行打卡上班 也不无聊 爸妈跟我过来吃了点苦 下面就是吃饭咯 吃饭是最兴奋的环节 来就这家 这是一个很酒吧式的地方 第一个上来的是这个 鱿鱼吧 这个好吃了吧 这会儿 这个比昨天吃法餐要好很多 就是西班牙式的吧 脂肪 吃了半天又不如青刀海鲜了 反正就是不能吃米其林 感觉很不错 就是比我想象的小了一点 总的来说这个西班牙餐不如法餐 服务比较周到一点 他们会比较随心一点吧 爸妈爱吃一点 好过法餐的油腻感 吃完了那个对面的米其林 没想到这个甜品店 就在餐厅最对面 一切恰到好处的出现了 一切恰到好处的出现了 意大利街头非常有名的一些冰激凌啊 提拉米苏啊 终于再见了 七点多了吧 有没有感觉真的来到意大利的感觉 Christmas every day every single day 多少钱 39块9毛9 hello Vincent